白买市是一位身高大概只有150多公分的小女子 可是她的心力却很大 她原来是一间知名广告公司的文案 但是厌倦了每天绞尽脑汁 销售不同的商品 她放下了她的工作 绕了大半个台湾去关心这一片土地 她种田种菜采收有机的黄豆管理民宿 体验了前所未有的生活 也观察到淹没在商品广告和政治娱乐新闻后 电视上很少告诉我们的台湾真正的重要问题 她把这段观察和心得以诙谐的笔调写成了这本 隐藏着严肃议题的书《企业日记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tieve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